部分其實都還有一段差距 接下來第五位要登場是來自斯洛伐克的選手NICOLE 今年20歲163公分 其實她是在美國紐約出生的一名選手 先前也是代表美國來參賽 是在後來才選擇是代表了斯洛伐克 所以其實對選手來講 可能因為像美國也算是滑兵大國 好手非常的多 可能有時候在這個國籍上面就會做出一些選擇 可能她在斯洛伐克是會有多一些機會來出賽 對 因為畢竟上美國好手太多了 那你為了要代表美國的話可能機會不多 那或許選擇代表其他國家的時候 你反而會有機會拔得頭籌 很快的一個速度呢進入 然後做了三週的Tolupu 接三週的Tolupu 相當漂亮輕鬆 她選用的是很風味的一個Jazz 很明顯 好 很可惜 這個規定動作三週的Luz呢 她跳了一個兩週 不被允許的這個分數會沒了 好的 非常有一個創意的一個公升轉 這是她在組合旋轉裡面出現的 但是速度稍嫌不夠快 那位選手很快地進入她圓形的導播布喔 她的刃踩得非常好 很快地轉身移位 所以配合有Local的時候呢 表現是相當比較容易進入狀況的 好的 她也完成她的兩週半 也是相當輕鬆喔 最後一個公升轉 軟性就跟陳凱文差了很多 好 這個竹頭轉已經為你了 她犯了很大的嚴重的失誤喔 所以其實花式滑冰她真的細節還有這個 就是 對於觀眾來講 可能 比較不好入門 因為我們平常可能帶一個 欣賞的角度 那 看像剛剛這位選手 如果教練沒有講的話 我們可能覺得 欸 表現滿完美的啊 沒有出現什麼太大的失誤 是 那可能包括剛剛提到說 原本要做三週跳 然後是只有做到兩週 但是 原本是看她覺得是 應變得滿好 並不會覺得欸 好像有明顯的失誤 但是其實以規定來講 她並沒有達到一個標準 是的 因為她必須在串連舞步完之後呢 必須要做到一個三週的跳 你看這三週的Tolupu非常漂亮 很快進入一個三週的Tolupu結束 其實她在落冰的時候呢 這邊滑 你看在慢動作裡面可以看到 她就定點 事實上在比賽的時候過程 她是很快的滑出去 所以我們裁判在看分的時候 其實你看的時候 你在後面這時候 我們會回來回放 看她的最後的慢速動作 然後給最後的一個判決 那其實在當下我們裁判 其實眼尖都是相當的俐落 很快就可以做出決定的 對 然後還有另外在最後 這個原地旋轉的一個動作 其實也出現了位移 那如果你沒有仔細看 或者說你平常沒有在研究 那個花式滑冰的話 你可能都不知道說 其實這些地方 他都是出現了失誤 其實看似非常簡單的動作 其實選手要運用 相當好的一個腰力 跟一個踩刃的控制 其實有時候 他的身形的肌肉協調性 沒有配合到的話 可能就是飄移的一個位移的動作 產生了 那就影響到他的成績了 對 所以看似還算完美的表現 其實下面是隱藏了蠻多的小失 其實在經過講解之後 也可以知道 所以可能原本你預期 所以這位選手應該分數不錯 結果打出來 怎麼不如預期 其實都是這些小失誤所 累積起來的 是 是 所以短曲呢 雖然是在三分鐘的時間項目內 可是只有小小的七個動作 但你只有一次機會 你沒有掌握到 那你就會四字以鼻 那就跟金牌獲勝 所以雖然後面還有長短曲 不過先來看到 季數分25.13 15分25.20 總分50.33 目前是排到了第五名 是的 因為他是第五位選手出賽啊 所以